下面一个问题是新加坡同学提出来的 听进时是否可以很放松的姿态 甚至躺在沙发或在床上睡觉前听 因许多人尤其是初学者因不习惯端身振作而放弃听进 是否可劝其不具形态 让他真正欢喜学习后自然生起恭敬心而端正姿态学习 这个问题是一个尊重离尽的问题 应光大使在文朝里面常讲 一分沉浸的一分礼 十分沉浸的十分礼 听进不恭敬 那这个姿态很放逸 只能借一个发言 就是一列而根永远到处 那么这一生能不能得利益呢 不能 那肯定不能 所以他喜欢听进 要把这些道理讲给他听 如果说只想了解佛教是什么 这个可以 真正的要得到佛法 佛教里面所说的真实利益 那你这种态度 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一切发了都是从恭敬中修 中国古代 没有学校 可是列代 过行过夜里面 成就的人都非常之多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呢 学习 跟谁学习呢 找个师父 学木匠呢 找个木匠师父 学泥水匠呢 找个泥水匠师父 这就学徒啊 那么这些工匠 收这些徒弟 他也不是随便收 他也有标准 你是不是真的肯学 我们现在讲静一 你对于这个工作 是不是很认真 很慎重来学习来做 他就会教你 如果你这么样随便的话 他不会教你 为什么要不要费力气 你也学不拯救 无论是哪个行业 都一样啊 都是从恭敬当中学 所以现在 学校里请我上课 我不去了 在这个澳洲两个大学 我就上了几次课之后 不再去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像他这里所说的一样 学生听经啊 心不在眼啊 你能够很容易看出 他心浮气躁 他没有认真在学习 没有认真在听讲 态度非常的随便 我认真在学习 不在眼镜 就像我一样 不要词